焦點6 無脊椎動物 無脊椎動物 海綿動物、刺絲包動物 原口類包括了扁形動物、線形動物 環節動物、軟體動物、結肢動物 後口類的脊皮動物 猥瑣動物、頭鎖動物均屬於無脊椎動物 海綿動物 海綿動物是最原始的多細胞動物 簡稱海綿 大部分海綿生活在海水中 海綿在潛水區與潛海區最為常見 有些海綿是單獨生活 有些海綿形成群體 海綿的一端固著於物體表面 海綿不能移動 海綿個體呈褐色、紅色或綠色 在古代,海綿被誤認識植物 生物學家發現海綿體內經常有水出入 並且自體內的水中摄取食物 確定海綿為動物 刺絲包動物 刺絲包動物又稱為槍腸動物 水席、海葵、水母和珊瑚等 都是常見的刺絲包動物 刺絲包動物的身體層輻射對稱 一端有口 口的周圍有觸手 口與體內的消化腔相通 刺絲包動物的體壁有兩層細胞構成 兩層細胞中間有中膠層 刺絲包動物的體壁的內層和外層 分別還有數種不同細胞 其中刺囊細胞為刺絲包動物獨有的特徵 貶型動物 貶型動物的身體背負貶平 貶型動物的體壁和腸壁充滿著組織 貶型動物為無體腔的圓口類動物 貶型動物皆可行有性生殖 有複雜的生殖器官 貶型動物包括三個鋼 蜗蟲鋼、蜥蟲鋼、掏蟲鋼 蜗蟲鋼皆為自由生活的種類 蜥蟲鋼和掏蟲鋼則為寄生型的種類 圓形動物或稱為線型動物 圓形動物身體圓長 外型如細腺 故又稱為線型動物 俗稱線蟲 圓形動物屬於圓口類動物 圓形動物的體壁和長壁間的空腔屬於甲體腔 圓形動物身體的前端有口 負面近體末端處有肛門 因此圓形動物具有消化管 圓形動物的種類繁多 分布廣 淡水、海水、土壤等處 皆有線型動物分布 圓形動物有自由生活的種類 也有許多圓形動物寄生於動物或植物體內 蛔蟲、血絲蟲、溝蟲、饒蟲、腺蟲 均屬於圓形動物 環節動物 環節動物屬於圓口類動物 環節動物具有真體腔 環節動物的身體分解 自前到後有許多相似的體節連結而成 環節動物的體壁分解 身體內部也有分解現象和器官重複的現象 例如體腔內部各節之間有隔膜 幾乎每節中各有一對器官 蚯蚓、水智、沙蟲均屬於環節動物 軟體動物 軟體動物屬於圓口類動物 軟體動物具有真體腔 軟體動物的身體柔軟、不分解 柔軟的身體常隱藏於殼中 少數軟體動物為陸生 例如蝸牛和闊魚 其餘大部分軟體動物皆生活於水中 軟體動物種類繁多 在動物界中僅次於解肢動物 常見的軟體動物包括 螺、蝸牛、棒、牡蠣、烏賊和鸚鵡螺等 解肢動物 解肢動物屬於圓口類動物 解肢動物具有真體腔 解肢動物是動物界中種類最多的 目前已經定名的動物中 約有80%為解肢動物 解肢動物的身體分解 解肢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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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皮动物属于后口类五脊椎动物 脊皮动物的身体呈辐射对称 但幼虫脊则成为两侧对称 因此脊皮动物在分类上仍属于两侧对称的动物 脊皮动物皆生活于海水中 脊皮动物多栖息于海底 利用多数小而柔软的管除爬行 常见的脊皮动物包括海鲜、海胆、海参 脊皮动物为雌雄液体 例题 有关于动物分类的演化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正确 各门动物依对称方式体腔有无 胚胎起源口的发育而分类 B选项正确 位于演化素基部的是较低等的动物 C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演化素的起始端表示各门动物所具有的特征 末端则是各动物门的名称或该门动物的代表性动物 D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演化素可以表示各门动物之间关系的亲疏 依选项正确 演化素上连接的距离越近 表示其演化关系越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